看一下啊这一圈加了74针 我又勾了一圈啊勾了一圈过来 就是76针一边又加了一针 就是前后各加了一针啊就76针了 等于说这个帽顶就勾好了 这么大也够了啊 现在来勾帽生 帽生就是不加不减的勾啊 然后第一针这里引拔 鎖一下 因为怎么说呢 这个上面是来回勾的 那下面也要来回勾啊 你看 这才是最后一针 这一针等一下啊 我的最后一针用7号块扣一下 给大家看一下 这是最后一针 然后 第一针这里 引拔锁一下 然后这里是不是多了一个变子针出来 我们正常这个锁针不算一针 正常的话是在这个引拔针里面勾一针 我们不在引拔针里面勾啊 因为这个要翻过来 引拔针里面这一针勾一针不好勾 我们就在这里 这个变子针这里勾一针 这就代表第一针 就是代表这个引拔针这里这一针啊 然后这个 交到这里才是第二针 啊 这样子不加不减的 往下勾 好 我们这个最后这一针勾完之后还是在第一针这里 引拔 锁一下 锁一下 然后翻过来 这个这一圈就在正面勾了啊 然后同样 勾到这个引拔这个这个多余这个辫子里面 这个辫子针里面 隔一针 如果是新手朋友也可以的 第一针用记号针扣一下啊 或者是最后一针也用记号针扣一下都可以的啊 然后就这样不加不减的往下勾啊 就是也是翻过来勾 来回勾啊 这个就自己勾啊 现在来量一下啊 啊 已经有16厘米了啊 16厘米现在来勾一圈的交叉短针 那在第一针这里引拔 锁一下 空一针 在前面这一针里面先勾一个短针 再返回来后面这里勾一个短针 啊 那 空一针 先勾前面一个勾一个短针 再返回来后面勾一个短针 这里要勾收一点别勾太紧了啊 空一针先勾前面一针 再勾后面一针 这就是一个交叉的短针啊 就是先勾前面一针嘛 再勾后面一针嘛 大家勾完这一圈 最后这里跟大家说一下啊 我们第一针是引拔针 应该来说我们这一针要勾到引拔针那一针目里面 同样的这里是锁针的 这个是引拔针的那个针目 这个其实不是一个针目 我们勾引拔针那里就没那么好勾 就勾这个这个针目里面啊 就勾这个针目里面吧 勾引拔针那一针里面没那么好勾 好 这一圈交叉短针勾完之后勾一圈的短针 也是引拔算了啊 因为这里一会儿勾完这些短针一会儿勾那个勾了什么 勾了帽颜也要也要引拔啊 所以这里引拔算了 然后再引拔这不算一针再勾一针短针 然后接下来就是每一针里面勾一针的短针啊 勾一圈啊 不加不减的勾一圈 这个也还是茂生 勾完这一圈的短针 然后这个茂生就完成了啊 接下来下一个视频就 接下来我们就要勾那个茂园了啊